你一同追求真理 重拾你的生命 生命电视与你一同追求真理 重拾你的生命 接下来请收看爱护生命卡通动画系列 蝌蚪报恩 热闹的城市里有一位石老板 他心地非常善良 经常帮助一些有困难的人 遇到一些受难的小动物 他也会出手相救 老板 你下来了 今天我们是不是还要去乡下啊 是啊 我们马上就出发 好的 那老板 请上车吧 喂 小家伙 找个其他地方去睡觉吧 我们要开车了 他怎么会睡在车底下 也不怕被车压死 小贤哪 以后你开车之前一定要先仔细检查一下 车子下面是否有小动物啊 否则你发动车子后就会伤害到它们 老板 好的 我知道了 我发现 您的心肠真的是太慈悲了 这些小动物其实跟我们一样 都是有感情有生命的 我们的举手之劳就能帮助到它们 挽救它们的生命 这样的善举为什么不去做呢 嗯 你说的有道理 因为生意的缘故 石老板经常去邻近的乡村 每次到乡下的时候 他看到村民不抓到一些动物时 都会花钱买下来放生 所以附近乡村的村民都认识他 早 石老板 你来了呀 真是来得早 不如来得小啊 你看 我刚在山上捉到了一只野鸡 今天中午到我家 我请客 我炖个野鸡汤给你喝喝 对身体很补的哟 唉 这只野鸡好可怜啊 我要让它重获自由的 小发 这只野鸡多少钱呢 我想把它买下来 啊 你要买下它 是的 我想买下它 哎呀 你不了解石老板这个人 他的心地很善良的 他看到动物受难就会出手相助的 石老板 你一定要买下这只山鸡放生吗 是啊 你看 这只山鸡它多么可怜呐 它的眼神中充满求生的渴望和对死亡的恐惧 这种情感跟我们人类又有什么区别呢 所以我想买下它来放生 这些钱够吗 够了 够了 石老板 谢谢你 你的心肠可真好啊 石老板之所以能赚那么多钱 我想这都是他一心向善 放生护生而得到的善报吧 然而一心向善的石老板再一次外出时却遇到了危险 小贤 究竟是怎么回事 唉 老板 车子坏掉了 看来我们必须找人来修理了 啊 怎么会这样 天一会儿就会黑了 今天无论如何 我必须要赶到村子里啊 是啊 希望车子的故障不会太严重 老板 我们还是耐心的等着维修人员来吧 毕竟现在着急也没有办法 这样吧 这里离村子也不远 我自己步行赶往村子里 如果车修好了 你就来找我 就算修不好 也不耽误我处理事情 那好吧 老板 那你路上要小心点 没事的 就这样 石老板一个人独自赶往远处的村子 时间不早了 我得加紧脚步 就在这时候 他看到有两个人 肩上挑着水桶 水桶里面装满了蝌蚪 好多蝌蚪啊 哎 两位朋友 请等一下 请问你们抓这么多蝌蚪要做什么呢 当然 是卖掉啊 是啊 这些蝌蚪 我们可是整整抓了一天呢 等明天早上 我们就将它们抓到市场上去卖掉 这些蝌蚪可以让大鱼吃的 啊 是这样啊 这些蝌蚪若是被人买走 肯定会惨遭杀戮 石老板想到这里 不由得心生怜悯 于是决定买下来放生 两位 两位 请先别走 这些蝌蚪可以卖给我吗 你说你要买下这些蝌蚪 是的 这些蝌蚪我想要买下来的 好啊 不过 这里有这么多的蝌蚪 你要怎么拿回去才好的 我买下这些蝌蚪并没想带走 我买下它们是要放生的 所以还希望两位能帮我一起拿到河边去放生 什么 我没听错吧 你买下它们后 再让它们放生到河里去 是的 这个人是在跟我们开玩笑的 别离开 我没有跟你们开玩笑的 我现在就拿钱给你们 但是我需要你们帮我 将它们一起拿到河边放生的 你们看 这些钱够吗 够了够了 既然这位老板要买下来放生 那我们肯定会帮你将这些蝌蚪拿到河边的 那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没想到这两人见到石老板出手阔绰 钱包鼓鼓便心生歹意 准备将石老板引到偏僻处谋财害命 两位都走这么远了 怎么还没到河边呢 老板别着急呀 前面就有一条河 太好了 终于来到河边了 我们就在这里动手吧 不行 这里靠近路边 万一被人发现了 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们得引它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再动手 喂 你们怎么不过来呀 我看就在这里放生那些蝌蚪吧 老板 在这里放生不行啊 啊 为什么呀 你看啊 这里的水很浅 如果在这里放生了这些蝌蚪 那他们一定还会被别人抓走的 不如到前面水深的地方再放生吧 嗯 你说的很有道理 走 那我们就到前面放生吧 这两人 引着石老板来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 老板 你看 在这里放生怎么样啊 这里水深地偏 没有人会跑到这里来捉蝌蚪的 嗯 不错 那就在这里放生吧 那就在这里放生吧 这里很安全 你们 自由了 趁着它 放生蝌蚪时 好了 我们动手吧 他倒下去了 快把他身上的钱拿走 哈哈 我们发财了 我们快走 要是被人发现了 可就糟糕了 嗯 那两人 击昏了石老板后 抢走了他身上的钱财 便仓皇逃走 只留下了昏迷不醒的石老板 一个人留在了偏僻的河边 第二天 石老板的司机 发现石老板失踪后 便报了警 并和远景四处寻找 老板 老板 你在哪里啊 你们老板 走的是这条路吗 是的 他说要步行 去村子里 而这条路 是通往村子里的 唯一的一条路 天哪 他不愧是 遭遇到什么不测了吧 别太担心 我们得仔细找找看 是否有什么线索吧 老板 老板 你能听到吗 哎呀 我们老板 不会是掉进河里了吧 不会的 这条河是很浅 就算适度掉下去 也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你们快来看 真是太奇怪了 这些蝌蚪 这些蝌蚪竟然摆出了造型 真是太奇特了 是不是他们 要告诉我们什么呀 嗯 他们好像 要带我们去什么地方 真是太奇怪了 我们跟回去看看 他们这是要带我们去哪里呀 啊 老板 在那里 啊 快送他到医院 他还有救 经过治疗 使老板便恢复了健康 老板 您的身体恢复得不错啊 呵呵 医生说了 我明天就可以出院了 是吗 那 真是太好了 老板 这次 多亏了那些蝌蚪 要是没有他们的指路 我们绝不会跑到 那么偏僻的河边 也就发现不了你了 没想到这些蝌蚪 还真有情有义 看来动物的感情 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啊 哎 那两个抢劫我的人 真是连那些蝌蚪都不如啊 老板 那两个抢劫犯 都已经被抓到了 他们就等着坐牢吧 嗯 这真是善恶有报啊 是啊 也是因为 您平时一直行善 所以才能化险为夷 这都是您居下的善果啊 父子放生 得富贵 年近六十的王老先生 个性节俭 尤其喜好放生 经常买一些鱼虾放生 见到有人贩卖鸟雀 也会买来放生 王叔叔 您在这里做什么呀 我刚才看到有人在卖鱼 于是就买下来 准备将它们放生 咦 小鸟 你这是从哪里弄来的呢 这是我刚才在山上抓回来的 正准备回家口来吃的 啊 什么 你要吃掉它们 是啊 这可是真正的山颤啊 味道很棒的 为了满足你自己的口腹之欲 而要杀害这么多生命 这实在是太残忍 王叔叔 您想的实在太多了 这些小鸟 本来就是给人吃的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难道你就没听说过 杀生终究会遭到果报这句话吗 哦 听说过 但是我从来都不相信这种话的 唉 那这样吧 这些小鸟你卖给我吧 嗯 好吧 王叔叔 它们怎么会不怕你啊 而且还围着你飞来飞去的 哈哈 它们这是在感谢我呢 你看 它们现在是多么高兴 可以获得自由 其实小动物跟我们一样 都是有情感的 王叔叔 您的心肠可真好啊 我始终相信善恶有报 多做善事就一定会得到善报的 或许正是因为您一知行善 您儿子的生计才会做得这么大吧 王老先生的儿子一直在外经商 虽然生意越做越大 但他的天性却和父亲差别很大 他经常吃一些鸡鸭鱼肉 嗯 这条鱼的味道可真棒啊 尝起来肉质非常鲜嫩 入口即化的 是啊 这是什么鱼 味道怎么这么好啊 这种鱼叫卤鱼 有句师不是说吗 江上往来人 但爱卤鱼美 我觉得世上的鱼 都没有卤鱼的味道好 原来这就是鱼鱼啊 下个月是我父亲的六十大寿 我要买几条鱼鱼回去 让他老人家品尝一下 哇 王老板 您可真是一位孝子啊 既然王老板的父亲要过六十大寿 那我们也得准备一些礼物才对呀 对对 我前一期日子收购了些山产 你帮我带些回去 给老人家祝寿 那我就谢谢大家了 转眼间 王老先生的六十大寿到了 家里来了一些亲友帮他祝寿 他的儿子也带着许多礼物赶了回来 王叔叔 你儿子回来了 儿子 我不是说了吗 你工作忙 没时间就不用回来了 爸 您的六十大寿我怎么能不回来呢 你看 我还给你带回来好多礼物呢 咦 这是什么鱼呀 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这是鱼鱼 味道很棒啊 我特地花高价买来给父亲过生日 哦 这就是鱼鱼啊 过去只听说过 据说这种鱼非常好吃 王叔叔 你看你的儿子多孝顺啊 买鱼鱼回来孝敬您 让您补补身子 这是我朋友送的 这种野鸡很稀少的 王老先生看到儿子带回来的这些礼物 非常气愤 于是便将儿子叫进屋里狠狠地训斥起来 怎么回事 王叔叔看起来好像不太高兴的样子 你看 他儿子送的这些礼物 王叔叔哪里会高兴啊 这些礼物怎么了 王叔叔他这些年一心向善 而且经常放生 这次过生日 他准备的也是素宴 而他儿子却带来了这么多的鸡鸭鱼肉 你说他怎么能不生气啊 哦 原来如此啊 你为了回来给我过生日 而杀害了这么多生命 这实在是天大的罪过呀 爸爸 您的事情想得太严重了吧 而且就算我不买下他们 他们也会被别人买回去吃掉的 可是你买下了他们 那这份罪业就算在了你的头上 我知道这些年 你做生意赚了不少钱 才能买这么昂贵的东西当礼物 可是如果你将这些 用于杀生害命的钱 用来救助生灵的话 那将是多大的善果 爸爸 你现在怎么还相信 放生会得善果呀 再说了 这些动物本来就是让人吃的 它们就只是食物而已呀 你错了 世上任何一种生命都是跟我们一样有感情 通人性的 它们并不只是食物 我们更不能肆意杀害它们 动物有感情通人性 就在王老先生的儿子对父亲的话存疑时 突然有一声牛叫声传进了屋内 听声音那头牛似乎就在门口 咦 怎么会有牛的叫声 好像就在我们家门口 王叔叔 王叔叔 您快出去看看吧 连接家的一头牛 跑到你们家门口跪下了 而且不是为什么怎么拉也拉不走 啊 走 我们去看看 一头牛跪在家门口 竟然还有这种事情 你这个盖死的牛 快给我起来 快起来 哎呀 你们看 这头牛竟然流眼泪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王叔叔 实在对不起 这头牛 也不知道怎么了 突然跑到你们家门口 跪了下来 我这就把他牵走 你快给我起来 快起来 盖死的牛 你要是不走的话 我也不等明天了 现在就请屠夫来杀了你 啊 难道你打算将这头牛杀掉 是啊 我本来打算明天 把他卖给屠夫杀掉 谁知道他今天 竟然会跑到你们家门口 跪在王老先生家门口的那头牛 不停地流着眼泪 发出阵阵哀鸣 似乎在请求王老先生救他性命 你这是在求我救你性命吗 啊 他竟然能听懂这个话 天呐 难道动物真的会通人性 是啊 我告诉过你的 动物的情感和我们都是一样的 它们也惧怕死亡 也有着强烈的求生欲望 这头牛得知自己将要被宰杀 没有办法 只好来求助于我 我们可不能不管啊 嗯 我们应该帮助这头牛 这头牛跪在我家门前 就是和我有缘 你开个价钱吧 这头牛我买了 啊 你要买这头牛 是的 这些钱够了吧 够是够了 但是你们买这头牛 有什么用啊 我们不忍他被宰杀 只想买下来饲养救他性命 好吧 你们一家人的心 都是那么善良的 谢谢你 好了 你现在没事了 以后你就住在我家吧 它真的这么通人性啊 是啊 动物都是如此的 以后你还忍心伤害它们 吃掉它们吗 不要了 不要了 爸 以后我也要和你一样 放生吃素 这才是你送给我的最好的生日礼物 就这样 王老先生买下了这头牛 饲养在家中 而王老先生的儿子王老板 也从此开始吃素放生 挽救了无数生灵 王老先生父子二人 一起做着放生互生的善举 这让福报很快降临到了他们身上 王老板的生意越做越大 成为了当地有名的富商 弘扬佛法立众生 不论昼夜转法轮 开启生命电视台 佛陀教义广推行 各位生命菩萨阿弥陀佛 佛要我们弘扬佛法立意众生 弘扬佛法叫大转法轮 生命电视台24小时用卫星电脑 在全世界大转法轮 所以各位一定要多打开生命电视台 也要让生命电视台大转法轮 要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那么弘法以外还要利益众生 那利益众生呢 各位叫放生 布施 超度 施食 这也是生命电视台在推广的 所以愿大家按照佛陀的教法 圆满生命 阿弥陀佛 护持正号1996-5232 1996-5232 布铭生命文化基金会 生命电视台北生命道场 举办元旦跨年 消灾祈福法会 八观灾界 祭礼拜三千佛 鸿明宝灿 点灯 拱牵水 要拱 佛前大拱 食供样 即护生法会 日期 12月30号星期六 至1月1号星期一 上午八点半 12月30号星期六 上午八点半八观灾界 下午一点 礼拜三千佛 鸿明宝灿 即护生 恭请战乐法师主法 12月31号星期日 上午八点半 礼拜三千佛 鸿明宝灿 恭请战德法师领重 1月1号星期一 上午八点半 礼拜三千佛 鸿明宝灿 恭请战乐法师领重 地点台北生命刀场 地址 台北市民生西路 300号二楼 点灾电话 02-2550-9900 02-2550-9900 捷运双连站一号出口 左转 步行15到20分钟 生命点市嘉义生命讲堂 举办弥陀法会 恭送净土五经 日期 1月2号星期二 至1月6号星期六 晚上七点 地点嘉义生命讲堂 地址 嘉义市民权路422号 联络电话 05-225-5888 05-216-6700 字幕志愿者 杨栋辑 Air 各自各地的 各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他就问老和尚 老和尚 我吃菜又黏沸 我怎么会这样坐立不安 长痔疮 老和尚说很简单 六年前你骂人家一句话 他说什么 你家开布行 开布店 开布店 有一天有一个小姐来买布 买了布以后 因为她看外面有一块布很漂亮 她就指定就捡了一大块买回家 结果隔天她就拿这个布来还说她不要了 为什么 跟她看的布颜色不一样 她说哪里不一样 她说她回去以后跟外面的布不一样 老板娘说 外面的布是因为 曬太阳所以褪色了 你买了这个才是真正的颜色 她说不要 她一定要外面哪个 不然她要退货 一直吵一直吵 她就没办法 结果这个老板娘要讲一句话 她说脸的颜色跟屁股的颜色 怎么会一样 别人是跟屁股颜色 一个有晒到太阳 一个没晒到太阳 她就骂她这样 然后旁边的客人说 有得力有得力 不然你屁股拖来给我们看 颜色一不一样 就这样 老婆上说 就这样 所以你今天长痔疮 然后她说那老婆上怎么办 回去忏悔一天 为这个事情忏悔 一天 明天再说 明天再来找我 结果她知道错了 老婆上跟她讲 所以她回去就跪在那边 我这句话错了 隔天早上睡醒 痔疮不见了 骑脚踏车去跟老婆上谢谢了 各位 很简单 你要是找到忏悔一下就解决了 所以 我们日常生活的 一点点的事情 都跟我们的行为有关系 一句话 也就可以改变一辈子 重视人生 成就生命 生命电视与您一同拥抱生命 迎向未来 接下来请收看 吴提如是说 利他与悲心的训练 想象有十个病情同样严重的病人 你怎么可能对某些人比较亲近 而对某些人比较疏远 想想看 他人是如何曾经帮助过你 不管他们有没有善待你的动机 所有众生都曾直接或剪接 为你提供过有利于你的服务 今生所有的舒适都得依赖别人的众生 仔细想想 你的食物 衣服 住所 友谊 声望和随身配备 全都要靠别的众生才能得到 你现有的人生 是从前世对其他生命做首届的道德行动 而得到的 全都是由前世首届的行为而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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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由他生命的原则而建立 因此其他众生就有根本的重要性 二 如果没有其他众生 你就无法做不伤害他们的善行 三 不杀生的善行 需要其他生命的存在 不偷盗 不邪淫 和不做其他多数恶行也同样如此 如果没有其他众生的存在 就无法实践这些善行 四 由于戒的修行正是定和慧的基础 而修戒需要其他众生 所以要修戒定慧 甚至成就轮回的解脱 都要靠其他众生 都要靠其他众生 开悟成佛 必须要依靠人才可以 因为成佛所需的特别修行 因为成佛所需的特别修行 而想要带给他人发祝和快乐 所以我们应该如尊敬佛陀般 尊敬那些受苦的人 对休息培养慈悲心的人来说 敌人特别有价值 因为摧毁慈悲心的是嗔恨 而能克制嗔恨的是安忍 我们只能针对要伤害你的人 休息安忍 所以敌人提供修持安忍的好机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敌人不向医生 敌人不向医生 但由于敌人故意要伤害我们 反而带给了我们修持安忍的机会 从这些观点来看 敌人非常有价值 甚至可以说他们很亲切自爱 当你用逆增上缘来对待一切的逆境时 你将能转运远 你将能转运远为修行的祝愿 我们和众生无别 从出生以来 就开始面临无所不在的无偿和死亡 没有任何的理由可以说只有自己值得关爱 而其他人是可以忽略的 因为我们和别人都一样 由于烦恼及业力 所成的身心运体制负担 以身陷轮回之中 更让我们一样的静静 没有任何的静静 在游戏里面的静静 在游戏里面的静静 感情也有任何的静静 在游戏里面的静静 这些犯人即将被处死 他们之中任何一人只喜欢某些犯人 但对其他犯人生气 这没什么道理 唯一可以改善内心感受的方式 就是所有犯人对彼此好一点或有耐心一点 他们若在争吵你和我的分别就很愚蠢 相同地 由于我们都共享相同的命运 痛苦、无常和烦恼 我们的处境都一样 那么看重自己和轻视他人又有什么道理呢 从过去到现在 爱惜自己及所伴随的无名态度 都住在你的心中 尽管这些态度 把你引入追求意己快乐的各种行动中 最后也只给你一塌糊涂的状况而已 因此 我们需要从自己生命的深刻体验去看 把自我中心的态度视为是错误的 尽管一时之间难以做到全方位的领他 但可以先培养利他的形态 想想别人和你一样 陷入轮回而不可自拔 你就会加强自身的慈悲天性 一个真正懂得利他的人 会被每个众生的痛苦感动 并发心带给众生欢喜 将他们从痛苦的因中解放出来 由于一心想要照顾别人 佛陀把自己的身心修到最完美的境界 实现自他二者的利益 成就永恒的喜乐 及助人最高的心态能力 也许这看似很难达成 但只要持续修行 假以时日 终将实现 这就是对他人培养平等性的方式 激励你帮助每个地方的每个人 带给他们快乐 生命电视台 肩负着传播佛陀绝音的红法家业 同时也是海淘法师 慈悲智业推广的平台与媒介 透过电视台 无远佛界的传播 方才能将诸山长老 法师的开示 以及南传 汉传 藏传佛教间的交流与活动 提供国内外十方佛子 更让有缘的社会大众 便利地获得佛法资讯 听闻正法 共取正觉 为令如来卑至法水 长流不绝 滋养大地 有情菩提心田 尤其为使海淘法师 慈悲智业各项资讯 长久推广 诸如红法 护僧 慈善 放身 以及印证经典 免费素食等慈悲智业 皆得 皆由生命电视台的传播之力 无尽传扬 比翼大众 静腰十方大德 八心护持 共相圣举 以让生命电视台 长须诸佛愿心 继续推动 如来法轮 往立众生 护持勤洽 各地中心 道场 讲堂 书房 过洽 03-989-8686 跨破账号 1996-5232 顾名 生命文化 集经会 新逢阿弥陀佛 圣诞前夕 生命电视 板桥碑院讲堂 举办 弥陀 消灾祈福 即超度点灯 药拱 护生法会 恭请战力法师 战院法师 共同领众 日期 12月31号 星期日 上午8点半 地点 板桥碑院讲堂 地址 新北市板桥区中山路二段581号 联络电话 02-2951-0355 02-2951-0355 上午7点半 于捷运将紫粹三号出口备有接驳车 法会备有免费消灾 超键牌位 供大众填血 生命电视 花莲周星 举办礼拜金刚宝颤 佛前大贡 点灯 护生 药拱 即消灾 祈福超度法会 恭请常驻法师领众 日期 1月1号 星期一 上午8点半 地点 花莲中心 地址 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晚上7点半 于左叉公墓 此备失时 联绝电话 03-831-1673 03-831-1673 法会备有消灾 超键牌位 供大众填血 旅行 大众填血 超祟 南达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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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而菠萝蜜 必行齐勤 护法善神